22岁百万博主旅游时离奇失踪 其未婚夫回家后竟也突发死亡 被发现时已是一堆白骨 这就是震惊全网的加比佩蒂托失踪案 事件发生于2021年7月 当事人名叫加比佩蒂托 1999年3月19日出生于美国纽约长保 加比在高中时认识了布莱恩 并于2019年确认了恋爱关系 两人有着共同的爱好 有着说不完的话 是人人羡慕的神仙情侣 双方父母也相当支持两人的交往 两人在一起后经常会去徒步探险 并将沿途的所见所闻发布到社交平台 很快加比在全网的粉丝就超过百万 正式成为一名旅游博主 2020年7月 布莱恩向加比求婚 加比也在自己的社交账号 晒出了这一幸福的时刻 由于加比和布莱恩都很喜欢旅游 所以在结婚前 他们决定来一场环美旅行 正是这场旅行 彻底改变了两家人的命运 他们买了一辆面包车 将其改装成房车 随后便开启了旅行 旅游途中还不忘在社交平台上同步分享 整个7月份 他们先后去了9个国家公园 以及大大小小的各个景区 从照片中都能够